聖誕除夕 相信大家都安排了很多節目 今次就會示範一個有秋冬感覺的南瓜色妝容 再在這個妝極基礎上化一個充滿女人味的妝容 適合下班後參加派對或約會 首先在眼窩茶上帶有珠光的米白色眼影 再將南瓜色的眼影塗在眼尾三分一的位置慢慢掃開 將紫紅色的眼影塗在貼近眼線和下眼尾的位置 因為這個妝容是以簡單自然為主 所以就用啡色眼線筆畫一條右眼線 而眼睫毛就會用帶有走紅色的睫毛液 在陽光之下就會看到少少紅色 胭脂就選了帶有珠光的粉紅色 打斜上還會有瘦面的效果 最後塗上南瓜色的唇膏就完成了 換過衣服就可以準備夜晚的pathy look 今次的眼妝會用紫色 將深紫色在眼尾和眼窩的位置掃開 不想化到眼腫就記得少量多次慢慢上 再將偏紅的紫色掃在眼皮中間 增加層次感 下眼線都是由深至淺由眼尾發到眼頭 這樣眼妝會更加一致 不會上重下輕 眼線就會畫得利落些 眼尾微微向上 再塗多一層折毛液 令眼神更加深碎 亦有放大的效果 唇膏選了紫紅色 感覺成熟些 最後用金色的highlight打亮拳骨 下巴就完成了 穿露肩的晚妝 我喜歡摘在頭髮露出鎖骨 頸後面比較性感的位置 再帶上一對簡單 以高級的耳環就可以出門了 再次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